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移民局规定雇主必须在六个小时内接待新聘外籍员工 否则将被指示侵犯 孟加拉超在传之番副事故 死亡人数进一步攀升 累计六十亿人罹难 卫生部长 凯利指出 当局已经收到来自总检察署 有关刑事法典第309条文的研究报告 至于会否在即将召开的国会下议院会议期间 提成法案修正刑事法典 以落实企图自杀除罪化 还得视乎内阁的决定 凯利透度 凯利透明镜与点栏目 凯利透明镜与点栏目 报告 听取对方的反馈并审查之前所提成的备忘录 之后再一次向内阁提成备忘录 他在卫生部移交心理健康拨款给非政府组之后 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他之前向内阁提成备忘录 建议暂停对企图自杀者采取法律行动的事宜 随着我国的新冠疫情逐渐平稳 卫生部在评估国内的疫情风险 以及考虑到最新的要求后 部长开队宣布即日起 乘搭飞机的乘客不再需要强制戴口罩 尽管如此 卫生部依旧鼓励有发烧 咳嗽或伤风症状者 高风险群体 包括孕妇、共病症、乐龄人士 及与儿童同行的乘客戴口罩 他表示 如今机舱通风良好 使用高效过滤网去除空气中的污染物 作为安排靠前 还有机舱频密消毒 并透露 有关宣布也符合欧盟、英国、美国、澳洲 纽西兰、新加坡等国 卫生方面的建议 随着首相 透露 不同五大巨头将在九月三十号召开会议 决定解散国会日期 国会下议院议长 丹斯利亚斯号表示 也当第十五届全国大选 在明年度财政预算案通过前举行 新一届政府还是可以沿用 相关的财政预算案 但必须重新提升衣毒 中文财政预算案通过前举行 他并不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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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zhar指出 国会下议院将在十月五号 提成裁案一读 七号提成裁案二读后 将会进行政策阶段辩论 委员会阶段辩论 以及寻求三读通过 如果国会在这期间解散 新一届政府 必须在新的国会会议上 提成新的财政预算案 政府随时解散 国会的传言 甚嚣尘上 国会下议院议长 丹萨拉萨认为 定期国会是实际的做法 不仅能够让选委会 有充分的时间做准备 也能够节省大选费用 我们没在准备 我们没在准备 如果有定期国会 宣委会就可以提前六个月准备 包括租借投票场地 印制选票 以及训练人手等 否则宣委会需要猜测国会解散日期 去提前准备 进而带来不便 他也说 如果政府展开闪电大选 宣委会的准备时间相对变短 相关费用也变得更加高昂 因为届时 宣委会已经失去议价权力 只能任由他人开价 针对2023年财政预算案 民和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副总监 德多玛森认为 政府应该增加研究 以及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拨款 以开拓创新领域 进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Mazlin表示 政府应持续关注环境客题 以免相关问题影响国内的可持续发展领域 他认为地方政府的参与 将能加快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进度 对此 他希望地方政府能够发挥领导作用 并与县区官员 学术界及非政府组织展开合作 2013年 财政预算案将在10月7日提升 顾会 婦女群体希望政府能够通过财政预算案 提高对女性权益的重视 包括提高及承认婦女的社会地位和贡献 并且公平地赋予她们与潜力相当的认可 亦是在提高的社会地位和贡献 我和妻子 以为能够助我们的购买 和其他妻子 和其他妻子 可能会有助于女儿 以为能够助于女儿 以为妻子 因为她有很多购买 妇群体透露 随着教育水平和就业机会的提高 以及社会价值观的改变 都将促使女性在社会上 更具有前进的动力和竞争力 对此 在即将颁布的2023年裁案中 希望政府能提高 对女性权益的重视 针对公务员 长年来没有发红的问题 全国民事雇员职工总会主席 达德阿德纳 呼吁政府通过2023年 财政预算案 向公务员提供至少一个月的花红 阿德纳解释 公务员只获得政府给予的援助金 而不是花红 尽管首相上个月 已经宣布多项公务员福利 包括明年特别启薪100令吉 为教职人员增加特别假期 以及特别援助金700令吉 但她认为 持续高涨的通货膨胀 已经加重公务员的负担 而一般公务员的薪资 也比私人借低 导致公务员在工作10年后 依然无法拥有自己的房产 她希望政府能够提供花红 并将公务员的底薪 调高至1800令吉 或至少在1500令吉的门槛 以统一私人界和政府的最低薪资 另一方面 基于部分公务员 面对废弃房屋和不法居住的问题 阿德纳也呼吁公务员 房屋贷款局 向面对相关问题的公务员 提供两年的暂缓房贷 以减轻公务员的负担 就是如此 我们就来打赏 让 LPPSA 能够提供 兼人 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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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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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的一年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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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 一年 三年 三年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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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务员房屋贷款局现有的规定 一旦房屋竣工 该局将从借贷公务员的薪资中扣除房贷 所有的贷款必须在获批后的两年之内偿还 近期政府推出多项数字倡议 致力推动我国的数字化转型 同时全国各地的大马一家数字经济中心主席 也受促加强该计划在各地区的适用性 并且采取积极措施 以实现每一个大马一家数字经济中心 培育出15名企业家的目标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政治秘书 达多布迪曼·摩哈曼·兽地指出 大马一家数字经济中心计划将能汇集商业领域 以及线上营销领域 为了更有效地实现目标 全国各地的大马一家数字经济中心主席 受促积极宣传中心所为人们提供的 培训资源和设施 布迪曼·摩哈曼·兽地 是在完成大马一家数字经济中心主席 委任仪式后这么指出 随着国行要求金融机构推行五项措施打击金融诈骗后 马来亚银行也以行动支持响应有关的举措 马来亚银行指出 Secure2U将在2023年6月之前采取更加安全的身份验证措施 以保障银行账户的交易和个人资料 马来亚银行总裁兼首席执行员 德多凯瑞瑟透露 这项举措符合该银行始终优先考虑客户资金 以及网上银行交易的安全和保障努力 他说当局致力帮助客户避免被诈骗 不单是现有的安全措施 之后也会推出更多措施 以便最大限度帮助客户 减少成为金融骗局的受害者 同时提及 马来亚银行将在今年第四季度之前 设立静置期 如果有任何未经授权的注册 客户能够核实并向银行报告 另外 Secure2U也设有回电验证程序 以提醒客户注意可疑交易 他补充 目前只允许每一位客户 用一台电子设备使用Secure2U 而当Secure2U在新设备注册时 客户也将会通过短信 推送通知以及电邮收到提醒 马来亚银行也会专门设立24小时热线 以提供客户上报金融诈骗相关事件 新一周的燃油价格已经出炉 RUN97汽油价格再下调五仙 从原本的四令吉零五仙下调至四令吉 RUN95汽油和柴油价格则是保持不变 财政部发文告指出 RUN95汽油维持每公升两令吉零五仙 柴油价格维持每公升两令吉十五仙 新一周的燃油价格从明天29号生效 直到10月5号 财政部强调政府早前已经为RUN95汽油 和柴油定制顶价以保障人民 不受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徽璃主持人家常记住 蔡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二十一宣》 第七宣 截财政部发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写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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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是你出現一位的情人, 你提醒你真相相, 所以你不要阻碍了一位的情人, 因此你所在你所持的情人。 你是不是要是你所持的情人? 你真正是,真正是… 滿足的。 免於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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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於社會的! 免於人! 社交媒体流传一段一分三十七秒的视频 显示两名男子在夜店外头 欧斗引发骚动 其中一名男子还开车猛撞围观的人群 导致两名阴影男子受伤 随后驱车扬长而去 目前警方已经逮捕其中一名嫌犯协助调查 斯里安南警区主任网哈曼斯海密发网告指出 这起事件二十六号清晨五点左右 发生在新山百合花园一带 事案的嫌犯相信是在夜店内 与一名三十六岁男子因为误会而发生冲突 双方在店外欧斗引发骚动 两人都是本地人 事发时三十岁嫌犯驾驶白色轿车冲撞人群 导致与他发生冲突的三十六岁男子 以及丁一名三十五岁男子受伤 目前两人已经被送往新山斑斓专科医院 接受治疗情况稳定 初步调查 嫌犯没有任何犯罪嫉妒 毒品尿剑呈阴性 警方原理刑事法典第三百零七企图谋杀条文调查此案 一旦居民成立可以被判监禁二十年 脸书一篇贴文质疑移移民局将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六个小时后 没有被接走的外籍员工遣返举措 并指如果延误当局不愿负责 对此移民局驳斥并规定雇主 必须在吉隆坡国际机场接待新聘的外籍员工 这项规定是为了确保外籍员工有合法的雇主 否则将被指示遣返 移民局总监大都司令凯罗杰米指出 移民局的这项规定 给予雇主六个小时的实现 已前往吉隆坡国际机场接走他们的外籍员工 同时透露在特定情况下该实现可以被延长 他说雇主需要负责管理外劳的文件 以及证明自己是相关外籍员工的雇主 否则当局不会放行 外籍员工将接迫入境拒绝通知 并被指示乘搭下一趟班机返回原属国 凯罗杰米补充 博国次4月1号开放国门以来 移民局已经办理超过9万8千名外籍员工的入境事故 早前一名56岁的前公务员 因为怀疑孩子不是亲生而将女儿殴打致死 今天被告被控不杀罪名成立 被判18年监禁 刑期从被捕当天算起 随着高等法院下判监禁18年 嫌犯目前已经被送往沙巴甘拜院监狱收监 刑期从被捕日也就是2018年8月16号算起 针对被告的指控 从原先的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 改为同一法典下的第304A误杀条文 据尸检报告显示 年仅9岁的受害者因头部遭到重创而身亡 另外受害者的面部软组织有受伤痕迹 手指和脚趾深层皮肤烧伤 并且具有潜在的支气管肺炎 调查报告指出 被告的干案动机是因为怀疑孩子不是亲生的 而将女儿殴打致死 至于被告的妻子 目前则因为毒品罪行正在监狱内服刑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达多斯利利拿哈顿表示 首都和布城一带 已经设立96个临时疏散中心 以应对东北季后风带来的雨季 涉及的临时疏散中心 可以容纳2万3千名受水灾影响的灾力 利拿哈顿表示 全国目前有6,010个临时疏散中心 可以容纳超过160万人 并且已经做好各项前期准备 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水灾情况 利拿哈顿在显都社区中心 为临时疏散中心管理模拟 以及慈善培训活动开幕致死的时候 这么指出 同时补充 该部还动员了吉隆坡联邦直辖区 社会福利局的312名员工 113名志愿者 以及53名心理支持的个人小组 东北季后风即将来袭 为了避免水灾悲剧重演 玻璃市消整局策划了灾害管理培训 培训课程并在防洪区进行 以让50名住院人员 提前演练应对措施 为随时可能发生的水灾 和紧急情况做好准备 玻璃市消整局总监 如希莎透露 该课程是与水利关盖局联合举办 培训课程涉及三种 水上和陆地住院行动的演习 50名参与培训的人员 包括了中内的水灾住院队 警方部队成员 以及泰国消防代表团 也受邀一同参与培训课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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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